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在是吃不下去 后来真的是有幸在我的好朋友罗志贤先生的导航之下呢 让我找到了一支单抽的版本 非常兴奋 我真的很兴奋 这个盒子呢这里是有撕开的 我一个神经病核控的这种脑袋有问题的神经病核控的这种 人来讲呢会让我忍不住就把它撕开来玩 可见我非常喜欢 我从反斗城一出来就很迫不及待想要玩就把它给拆开了 就哈哈哈哈 非常兴奋的想把它拿出来试玩一下 那盒子也就是这样说明书就是在后面没有再附带说明书了 看到吗 呃 这里就是它玩法就是这样子 它的一个这个玩具呢 先说一下 在台湾的话呢 它现在的一个定价的话大概是 现在的Commander Class的定价是400 大约450块钱新台币左右 换成美金差不多是15块钱 人民币的话可能就是除以5吧 就它是现在是这个价位 其实还有一点点小贵 但是我就是喜欢嘛 就刚好过年期间 然后其实想说也勉励自己辛苦了一段时间嘛 就无论如何就看到了就跟它缘分到了 就赶快把它给买下来了 呃 单单这样看呢 你可以看得到 后面的这些空洞啊什么 这个都非常的不意外 可是呢 它的一个细节的呈现度呢 非常让我吃惊 它的一些管路啊 什么一些极小的一些 呃 什么电路板啊 或者是什么有的没有的 这些散热片啊什么的 完全的不会输给Voyage Class 真的 甚至比Leader Class的 辨式的那个LG的OP 还有钢索的细节 可能都还没有像它这么样的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细腻 再来最惊人的是它一个配色 它本身是一个铁灰色的一个配色 可能这样看呢 各位还不觉得它有什么过人之处 这个呢是它的Morage Class 两个摆在一起 你就知道 它的颜色是多么样的一个 金属感是多么样的一个重啊 这是原本美版的一个配色 两个放在一起呢 说实在话 我真的觉得这个看起来呢 邪恶度87度呢 会强的很多很多很多非常多 当然它是一个强力打击极嘛 它是应该是归列在于DELUX之下 然后可能比Commander Cryst 要类似于Commander Cryst的这个等级哦 那就有一些它必然会有的缺点 比方说可动性会不怎么样 这个都是可以理解 我们再跟VG做最后一个比较 你看一下它背包的大小 你从正面看 如果我们把它摆正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背包 其实你可能还看不到 它的身体是整个防整的 Voyage Class呢 背包还可以从侧边看出来 看一下侧面 侧面可能厚度差不多 你翻到背面来看呢 你就会再更一次的感受到 这一个强力打击的 这个等级真的做得很不错 我真的是一点的都不迟疑的 就赶快把它给买下来 它的一个可动来讲的话 头不能动 手的可动比较让我有点意外 360度旋转 而且它手可以举这么高 造型的关系是能举这么高 有点50间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然后手肘可以转 最大可以转到 就是整个折起来 变形的时候需要 所以你要让它变出一个 伸展自己muscle的一个动作 是OK的 那呢 这个 门板手到了极限了 这个也不意外了 那因为二头肌不能转 所以它手呢 拳头的一个造型 就只能呈现在这里 永远是只能在这个角度看过去 才看得到 有个螺丝钉 那这里呢 这个金色的涂装 超超级的好看 包括这里 这里都非常好看 因为它本身那个底的一个铁的金属感的颜色呢 是很强烈的 那么呢 下半身呢 就可可惜 我想讲可惜 因为它下半身那个可动 你可以往侧边 膝盖也可以也可以弯 但是呢 它的脚不能往前提 是不能踢不了的 这一点就让你觉得玩起来的时候 就差那么一点点 对就是那种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的那种感觉 就 真的 就是差这个脚不能往前提啊 不然它就是非常非常 我觉得很赞很赞 甚至辨识里头 我觉得实在是你 真的是 没有玩到这款 我觉得你会很可惜啦 而且就是最后的魔王 Galbaton的玩具大概也就这样子了 这个绝对是 辨识的Galbaton里头 我个人觉得最漂亮的一个 那作为 对了 怎么讲 脚还没讲完 后面有这个 多这个 所以它脚的一个站立性来讲 极好 极好 那因为脚不能往前提啊 脚不能往前提 所以它这个脚呢 你就是不能够让它做一些前景 动作基本上都做不到 那这里呢 是有一个 有一个凸 你要完全卡住整个脚才是伸直的 这个呢 变形的时候呢 跟各位讲一下 站立的话是绝对 没有什么问题啊 再来呢 它的一个噱头 强力打击组呢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你按下去 会有一个动作出来 它这个触发呢 刚刚盒子里头也看到了 基本上从这里按下去 然后一按呢 它这个呢 会有一个加农炮出来哦 你觉得很蠢吗 不会 我觉得它很好玩 我真的觉得这个 这个就才有 toy啊 就是玩具的感觉就是要像这样子哦 它不是伸出来而已 还是有个旋转 然后这每一片零件都有 然后里头呢 还另外有个涂装什么的 那这个炮伸出来之后呢 这里面的细节 当然也完全不会让人感到失望 非常之炫 我只能说 以一个玩具的角度来切入的话呢 这个应该是辨识强调所谓低零化的玩具里头 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一款杰作啦 我是 如此给它这么高的一个评价 示范一下它的变形 变形之前忘了 刚刚 如果你把它跟现在的这个DELUX的玩具摆在一起 你会发现身高呢 是很接近 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呢 会把强力打击跟DELUX的玩具呢混在一起放 这个是卖场里头一个常见的一个错误 那当然定价是不一样的 请各位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 它的变形呢 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难度喔 真的有一点小难度 我们先把这个从后面开始变好了 这个后面这一片呢 这里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小凸 它会稍微把这一块给卡住 所以你要稍微把这个往下压一点 错位这样翻上来 翻上来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中间 这里呢 这一处 这个凹呢 要跟这个 这个地方呢 这里要扣这里 这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你如果不扣紧呢 车头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缝 那扣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的公差呢 算的不是很精准 你要稍微去 稍微这一片要 我这一款呢 你稍微要把它往下面拉一点 然后你一定要确实去感受到说呢 它已经扣进去了 你一定要确实去感觉到它已经扣进去 不然的话呢 车头会有一个很大的缝 这里呢 有时候你稍微要 稍微要去看一下 这个侧边去看一下 如果有扣进去的话呢 它会很紧 OK有扣进去 这一点是必然的 再来呢 这个手的话呢 这里两边呢 把它给跳出来 这边也是一样 跳出来 翻转上来之后呢 这个手呢 往上面折 盖起来 过来 这边也是一样 翻 过来 盖起来 然后呢 两边呢 做一个合并 这个相信变形是没有难度 但是呢 应该说步骤呢 可能会比我们想的呢 还要再复杂一点 然后呢 这里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凸要扣上面这个 好 然后前面也有凸跟奥的结合 包括这里面 这里 凸奥要扣这边这个洞 所以它有三处的 应该讲六处啊 左右两边 各三处 所以会有六处的一个 密合的一个地方 这样车头呢 就会非常之漂亮 再来这个角的话呢 把它往前面折 折下来之后呢 这个一片的原本支撑角 当角后跟用的这一片 往上面 这里有一个滑槽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滑进去 这样 脚的侧边就OK了 这里也是一样 扣进来 这里呢 把它给 这里呢 因为它算的 我觉得算的非常的精准啊 所以你稍微要把这个角往后面拉一点 腾出一点空间 才方便你推进去哦 好 看一下 OK 这个呢 就是强力打击 组的 Galbertone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简单 可是呢 你会感觉到 莎士 不是那种单纯的车 车壳 把自己包钱 那种 Morgica S的那种 那种变吧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变形成车辆之后呢 我们把它跟Morgica S呢 先做一个基本的对比 当然车型的话是同一款的 毕竟是同一个人物嘛 大小的尺寸的方面的对比 但差了这么一点点 整体来说呢 它的一个胜出的地方呢 还是在一个配色 基本上它的颜色呢 要深 铁灰色的很多 那完成度 车型的一个完成度来讲的话 这个不免的还是要说一下 VG的话 可能还是会好一点 至少在后面来讲 后面一样是 一样是正面200分 后面可能分数差一点的情况下 至少呢 在 当然后面这一片都是一样 不怎么样 但是在后面来讲 至少 VG来说 还有一个排气管 这个地方整个还是平的 这边呢 就感觉就是比较 比较弱一点 当然排气管的话呢 它呢 是坐在里面 但是里面是比较奇怪 里面坐在里面 这边 而它是坐在车子的两侧 这个当然是比较符合 真实中的一个车辆的一个形态 涂装的话呢 它有多了一个狂派的标志在上面 在这里 而VG的话呢 则是没有的 但是基本上来讲呢 非常的接近 两个放在一起 基本上可以说是 几乎是缩小版 但是我只能说 如果你要就一个细节的呈现度来说呢 这个强力打击组的 完全不会输给VG 但是它因为它整个体型有缩小 在缩小的情况下 还能够做成这样 我实在是就要特别在赞美一下这一款 真的是非常之有趣 非常的好玩 翻到底盘来讲 你会发现这个比较恐怖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车辆的一个大小的对比 其他的细节 来跟各位看一下 呃 刚刚讲到了 这个烟囱的部分呢 其实它真的是 怎么说 它本来应该是可以pass掉不要做的 但是它还是把它给弄出来了 然后这里 一样车子后面这里 类似一个挂住货柜的那个 造型也呈现在这边 然后挡椅板什么 几乎是 呃 后照镜 几乎 这种这种车辆应该有的一个细节来讲 它没有什么省略 这个变似的一个载具来讲的话 真的都还是蛮好看的 车头也很漂亮 这个忘了跟车头做一个 比较明确的对比 为什么一直松开 几乎是要很接近 那车头灯来讲 可以看到它蓝色的话 还有一点点一点点的涂装 那玻璃的话 这一整片的 但是呢 它呢 中间硬是隔开了一个灰色的一个 塑胶部件 可是已经很好了 其实 不特别讲嘛 嗯 你会觉得它真的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好 好挑剔的 然后 跟Deluxe的一个玩具来相比的话 你会发现跟现在的 Deluxe相比 会很接近 两个大小来讲 差不多快要一样啊 就讲了这么多 就是这一集 简单的讲 快转两个字就是很爽 就是 因为我很想要 然后找了很久 非常的久 那也真的让我们找到 然后就有机会买到 虽然是用一个原价的价格 用了折家券也只便宜了50块钱 差不多400块钱买到 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这种感觉就是 真的是刚落坑没有多久的时候 那种快乐的感觉 因为你只能在反斗城去碰运气才能够买得到的一款玩具 超级的推荐 TF4的玩具里头 是个人觉得这一款真的是可以收一下不要错过 它的一个娱乐性感 观赏性来讲 在人形 车型 变形 还有就是你放在架子上的那种展示的那个观赏性来讲 它都是非常非常高分数 强烈推荐 强力打击 就强力推荐给各位 这一款 格威龙 那今天呢 就请到这边 新年恭喜 还在新年期间 祝各位呢 休假还是继续 保持愉快的心情 我们接下来要面临新人一年的各式各样的挑战 那我们今天请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 拜拜 咚其實奇咱们 énd露 啊 limbs 跟 讲 唏